说起普京 我们脑海中浮现的形象一定是那个 走路都风声四起 做事杀法果断 发言决绝果断 可以称得上是一位铁血政治家 一位出色的领导人 也是这份从骨子里散发出的霸气 让他在俄罗斯民众十分信任 他在政治舞台上很多优秀的决策 让他在选举中多次毫无悬念的胜出 也带领一个泥潭中的国家走向更好的未来 但是一旦提到他的私生活 离婚多年的他 一定算得上是鹅板的钻石王老五 常年位居俄罗斯女人最想嫁的男人 但是时至今日 他都没有再婚 这是这位铁汉最柔情的地方 那么曾经的第一夫人柳德米拉 为什么坚决要和他分手呢 这个全世界女人都想得到的位置 为什么只有他避之不及呢 现在的第一夫人 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阿泽档案馆 今天我们来讲讲 前俄罗斯第一夫人 普京挚爱一生的女人柳德米拉的故事 如果你也想知道 他们为什么分开 就点个赞支持我吧 你认为这个钻石王老五 至今未婚的原因是什么呢 留言讨论一下吧 想知道更多精彩的名人名士 不要忘了关注阿泽档案馆哦 话不多说现在开始 一提到曾经的第一夫人 可以说是苏俄历史上最神秘的第一夫人 甚至连她的个人信息和两个女儿的资料 都是国家安全级别的机密 而这位第一夫人更是与其他女子不同 她不喜欢出现在人潮涌动的会场上 不喜欢聚光的照在她的身上 甚至对长枪短炮的记者深深的厌恶 她喜欢的是平平淡淡 自由自在的生活 和自己的爱人相反 普京是一个游走在世界政坛的出色政治家 他在各个社交场合游刃有余 可以说他就是为政治而生的 这样的政治家 不仅可以应付一切社交场合 更要热爱这样一个战场 那么就是这样格格不入的两个人 又怎样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呢 他们又是为何能成为俄罗斯爱情的一段佳话 这个故事还要从柳德米拉年轻的时候说起 这位漂亮的姑娘出生在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 这个美丽富饶的城市紧紧临近欧洲 让这里不仅有俄罗斯传统的田径和优美 也有着欧洲的奔放和开朗 就是这样一个漂亮的边陲小城 孕育了这样一位漂亮的姑娘 但是她的家境并不是很优渥 父母都是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 父亲是一个机械厂的工人 母亲则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 一家人的生活总是紧紧巴巴的 好在她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 门门功课都是满分 也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了共青团圆 虽然家中的条件不尽如人意 但是她生得落落大方 还有着一个远大的理想 很小的时候 她在剧院中看到了苏联名剧《樱桃源》 这部剧改编自大文豪契赫夫的同名小说 看完之后 她对剧中的情节久久不能忘怀 各种情节在她的脑海中不断浮现 于是这个少女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 长大以后也要成为一个演员 但是自己家境普通 演员这条路走起来异常艰难 但是这个小姑娘可不是说说而已的 她看剧院的演出 然后默默记在心里 把那些台词抄下来 回家对着自己的小屋子日复一日的练习 就是这样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高中毕业的她 获得了苏联最高戏剧学院的考试机会 很可惜 来参加考试的人中 佼佼者众多 很多都是来自有钱有势的家庭 这些孩子有过专业的训练 很多人都有各种才艺 看得她有些无地自容 最后她的演员梦就止步在了第二轮的面试 在逐梦演艺圈的梦想破碎后 这个小姑娘无比失落 对她而言不仅是没有办法做演员了 也因此失去了上大学学习的机会 不过很快 这个打击并没有让她一蹶不振 很快她就重振旗鼓 觉得自己应该去找个工作先 补贴一下家里的经济情况 然后再做打算 于是她又开始在各个行业和公司之间奔波 寻找自己心仪的工作 几经波折她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 空姐 要知道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 这个工作都是万千少女的偶像 在当时空姐这个工作 不仅意味着高工资高福利 非常体面 还可以在工作中接触到很多达官显贵 要知道当时能坐得起飞机的 都是非富即贵的人 家里人也非常支持她从事这个职业 于是她就开始了 在全世界飞来飞去的工作 就是这样的一份 她走投无路才从事的工作 在冥冥之中竟然改变了她的一生 这大概就是原因啊 有一天她的朋友被邀请去剧院观看演出 于是朋友就盛情邀请她一同前往 当时她和朋友一起在列宁格勒短暂度假 谁知刚到的第一天就有人邀请他们去看表演 于是她认真打扮一番就欣然前往 到了剧院才知道 这个邀请他们看演出的是一个又瘦又小 穿着也很朴素的年轻人 这个小伙子一脸稚嫩 和传统的俄罗斯男人强壮的身躯不同 他身高不高甚至有点消瘦 作为空姐的他见多了形形色色的男人 自然对这个小伙子没有什么感觉 本以为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谁知在表演结束后 三人漫步在楼梯上准备道别 他突然一脚踏空 失去了重心 就在摇摇欲坠时 背后突然一双有力的双手把他扶住了 他回眸一看 扶住他的正是这个销瘦的小伙子 看到面前的女孩子站稳了 他并没有过多言语 只是说了一句 小心 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向两位道别 准备掉头离开 这个举动让他心中充满了好奇 以前遇到不少优先的男人 他们都有嘴滑舌 恨不得创造更多与自己接触的机会 今天这个年轻人倒是与众不同 不喜欢多说话 也不喜欢表现自己 甚至没有丝毫的轻浮之感 这样的一个小细节 让他对眼前这个男孩提起了兴趣 于是他赶忙叫停了快步离开的男孩 刚才真是谢谢你 明天可以和你一起看一次歌剧吗 看着眼前的女孩子 满面笑容 男孩子的心也扑通扑通跳起来 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经过第二天的接触 姑娘发现这个小伙子虽然相貌平平 身材也不高大 但是很有男子气概 说话也幽默风趣 一举一动都很沉稳 谈论起国家大事 他说得头头是道 和自己平常见到的那些公子哥完全不一样 就这样 两个年轻人迅速坠入了爱河 那时候的男孩家庭条件并不是很优越 长得也不是很帅 甚至在人群中都找不到他的身影 虽然时至今日 很多俄罗斯女孩都觉得 他就是自己的梦中情郎 然而当时的柳德米拉 却不是这样认为的 他对于自己的男朋友 有着这样的评价 约会总是迟到 比女孩子来得还要晚 看起来是个大男子主义的人 其实还会吃醋闹脾气 求婚就更尴尬了 差点以为他要和我分手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来逐一讲个缘由吧 首先是经常迟到这件事 这就与他的工作分不开了 当时他们相识相爱的时候 他还在情报组织克勒伯作特工 这个工作十分特殊 不仅工作时间不固定 时常会有紧急任务 其次工作内容更是国家机密 所以他不能对自己的爱人 透露一点工作信息 所以他就谎称自己在公安局工作 对于工作上的事情更是闭口不谈 这就造成了两个人沟通上的障碍 时间一长姑娘总是觉得 自己的男朋友总是神神秘秘的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 而且每次约会总是迟到 少的时候迟到十几分钟 姑娘也就忍了 可是经常迟到好几个小时 让姑娘一个人穿着漂亮的衣服 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 为此姑娘没少抱怨过 但是抱怨归抱怨 她还是无条件支持着她的工作 从没想过因此离开她 再说说 这个铁血男子汉 是怎么吃女朋友的醋的 这一点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都是想不到的 确实 小编也没想到 可能再怎么强大的男人 在自己爱的人面前 都是个可爱的大男孩 当时普京在他的身上 看到了阳光 活泼和开朗 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充满了欢笑 但是就是这样的性格 也给两人带来了一次争吵 在两人确立关系后 受邀一同参加一场晚宴 开朗热情的女孩 在晚宴中成了焦点 无论是何来宾热情的攀谈 还是何其他男伴 在舞池中翩翩起舞 饮酒吃点心时开怀大笑 每一幕都深深刺痛了男朋友的眼睛 在会场中 她就一扫愉快的表情 脸上逐渐有些不悦 晚宴结束后 她匆匆拉着 自己的女朋友离开 在回家的路上 她就阴沉着脸 对女朋友严肃地说 我不能接受这样 我们还是不要保持这个关系了 这样突然砸在头上的 飞来横促 给柳德米拉来了个措手不及 事情过后 他们聊起来 她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钢铁硬汉 还是个有点大男子主义的人啊 她不能忍自己的爱人 在社交场合抛头露面 成为一个交际花 希望她可以因为自己的存在 内敛含蓄一点 而最后的评价 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为什么好好的求婚现场 搞得差点就分手了呢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的通讯 没有这么发达 年轻人谈恋爱只能靠写信 好在她的工作是空姐 能借着工作之便 常常飞到男朋友的身边去 她常和相爱的男友说 汽车火车都不能代表 我对你的思念 只有坐着飞机来 我才能快一点见到你 而她也在男朋友的建议下 报考了丈夫工作地的 大学语言系 放弃了自己优渥的工作 没有了高昂的薪水 但是姑娘从来没有感到后悔过 这样的选择 不仅圆了她的大学梦 更是为了离爱人更近一点 虽然两个年轻人的性格 不尽相同 一个沉稳不喜多言 一个活泼热爱生活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 虽然贫穷轻苦 却爱意浓浓 就这样一转眼 两个人在一起已经三年半 1983年的某一天 男朋友突然对郑重其事的 他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我们交往已经三年半了 我不怎么喜欢说话 脾气也不是很好 和我在一起 还会有很大的危险性 所以你最好好好考虑一下 我们的关系 听完这番话的她 瞬间觉得自己要被甩了 这样的话语就是再提分手 一时间慌了神 眼泪马上就要夺况而出 她正准备开口问 你是要和我分手了吗 没想到对方突然深情地看着她 缓缓地说 我知道自己不能没有你 所以我建议你嫁给我 你看怎么样 顿时 年轻的姑娘感受了一次云霄飞车 心情降到谷底 又瞬间被拽了起来 她先是愣了一下 刚才由于伤心 快要流出的泪水 现在为了激动愉快 瞬间夺况而出 她马上激动地跳了起来 大声回答道 我考虑好了 看着眼前单膝下跪 拿出戒指的男孩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就这样根本没有思考 斩钉截铁地答应了她 于是在三个月后 两个彼此深爱的新人 在浪漫的氛围下 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在会场上 不苟言笑的铁汉 眼中也满是爱意 看着身披婚纱的妻子 笑得就像春天的花朵一样 然而甜蜜总是短暂的 那时的普京31岁 妻子也只有26岁 事业起步时期的她 甚至连个像样的落脚点都没有 积蓄更是寥寥无几 妻子还在读大学 更是没有什么收入 所以在结婚后 将近20年里 两个人都在贫困潦倒中度过 婚后两个人 只能和婆婆公共 挤在一个 只有卧室的小房子里 虽然家里没什么钱 但是能和自己深爱的人在一起 她就已经很知足了 在这样的日子里 她没有任何抱怨 每天都在帮着丈夫 打电家里的一切 为了能补贴家用 她就去打电灵工 做做翻译 要知道这些收入 和之前做空结比 简直微不足道 但是她反而更快乐 这就是她的性格吧 乐观开朗 追求平淡和幸福 直到有一天 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可是这时的丈夫 正在贝克勒伯重点培养 根本抽不出时间来陪她 而且由于工作的特殊性 妻子甚至无法得知 丈夫每天在哪里 忙些什么 就这样 每当孤独的时候 她就拿出收音机 听听两人最喜欢的歌 和肚子里的孩子说说话 就这样 连孩子的出生 都是在双方父母的照应下 漂亮可爱的女儿出生后 铁汉更是将自己 所有的柔情都给了家庭 在为数不多的时间里 她对女儿宠爱有加 在妻子面前也十分浪漫 后来回忆到这时的生活 柳德米拉露出了满眼的温情 她说不论丈夫去哪里执行任务 还是有什么节日 都会精挑细选一些礼物给她 这些礼物总是让人意想不到的 总能让她感到惊喜 而最让她感到温馨的 就是两人在德国的时光 当时丈夫被派往东德工作 她就带着孩子一起陪伴丈夫前往 在那里生活的条件得到了一些改善 居住的环境也更好了 于是他们的二女儿就在这个时候出生了 每次她最期待的就是周末 丈夫休息的时候 一家人就会去郊外玩耍 到公园散步 看着幸福的一家人 她忍不住在心中构想未来 憧憬以后的日子也能这么平淡幸福 可现实往往总是事与愿违的 她需要的是一个优秀的丈夫 而国家需要的也是这个优秀的男人 1989年 柏林强倒塌 东德西德重新合二为一 他们结束了一生中最惬意的生活 回到了老家列宁格勒 丈夫的工作也随着职位的提升 变得越来越忙碌 中国有句古话 教终于国家孝顺父母很难都做到 丈夫抱起孩子就要放下国家 扛起国家就得放弃家庭 渐渐的 妻子没有了往日的开朗 她发现她和丈夫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丈夫因为繁忙的工作 连和她说话的时间都没有了 长此以往 丈夫没有察觉到妻子的心结 他们之间的爱有了裂痕 直到一件事的发生 让他们的感情彻底跌入了危机 丈夫一边忙着工作 妻子也在为家庭操劳 有一天去上班的路上 她和另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相撞 颅骨和脊柱都受了重伤 浑身是血 她给丈夫打电话 丈夫却只对她说 她现在很忙 实在是没有时间 让她自己赶紧去医院吧 在车祸之后 惊魂未定的妻子 只好忍着伤痛 坐着救护车去医院治疗 这一路上她心灵受的伤 甚至比身体还要严重 这样的情况下 妻子渐渐对丈夫失去了信心 更糟糕的是 丈夫一路平步青云 在政坛打拼的风生水起 并在1991年时 正式接过了叶利钦的接力棒 成为了当时的总统 就当所有人都羡慕她 成为俄罗斯最耀眼的女人时 她却并不这么想 她和丈夫本就少的 可怜的相处时间 被压缩压缩再压缩 自己甚至没有了隐私 就算是换个发型 都会登上第二天的头版头条 一些极端分子和恐怖组织 得知她的住址后 铺天盖地的威胁信 恐吓邮包向她袭来 每天晚上一有风吹草动 她就会惊醒 生怕孩子们有什么危险 为了孩子的安全着想 她只能把老师请到家里 给孩子们上课 两个女儿从小就没有融入过 集体生活 以至于长大了很多同龄人 都换了好几人对象 两个大姑娘都还没有 和男孩子拉过手 终于丈夫的任期结束了 妻子本以为丈夫终于 可以回到自己的身边了 没想到丈夫天生 就是为国家而活的人 她不仅没有选择结甲归田 反而选择了继续为国奋战 这让满心欢喜的妻子 扑了个空 她实在不能够忍受 这样的生活了 不能在担心受怕中 度过余生 于是两人来到了 最初认识的地方 一起去看了一场芭蕾舞剧 然后和平地分开了 很多人都说她太傻了 第一夫人这样的位置 多少人都求之不得啊 而她只想做一个简简单单 普普通通的人 她受够了每天像做贼一样 戴着头巾墨镜出门买菜 她既不得上一次和别人闲聊 是什么时候 她甚至不知道睡一个安稳的觉 是多久之前 她更不知道上次和丈夫聊天谈心 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最近的一次旅游 在什么时候 更不知道丈夫什么时候 还能和自己一起看歌剧 之后不久 她和一个普通的政府公务员结婚了 两人过上了简单平凡的生活 这种生活大概才是她想要的吧 在两人婚礼时 普京也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 希望她能幸福快乐 阿则觉得每个人都有对幸福的定义 而这位第一夫人 看得出是一个真性情的女人 她对于爱的追求是朴实的 也是极致的 而普京在和她分开后 把自己交给了国家 再也没有寻找过其他伴侣 或许她的心中 永远都放不下那一段美好的回忆 有人曾说 这段爱情是一个女人为了爱情 在背后默默成全了自己的爱人 虽然已分手告终 但也是一段值得传唱的佳话 但看到那个叱咤风云的男人 能以一个绅士的姿态 和自己深爱的人和平分别 也是这个男人成全了他最爱的女人 所以说有时爱不是战友 而是成全 感谢大家来到今日的阿则档案馆 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你有没有些许感动呢 有的话就为他们点个赞吧 你觉得他们真正分开的原因 是什么呢 可以留言告诉我 想知道更多精彩故事 记得关注阿则档案馆